维生素是维持身体健康,所必须的一类有机化合物,这类物质在人体内既不是构成器官组织的原料,也不是能量的来源,但它却在人体物质代谢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那么,如果身体缺乏常见的维生素B,C,B,分别会出现哪些症状呢? 下面,赶紧对照着次查吧,维生素B,B组维生素,有12种以上,全部是水溶型的。 通常人体最需要的B组维生素,有维生素B16A,维生素B2和黄素,维生素B3烟酸,维生素B5分酸,维生素B6G,多醇类,维生素B9,也先骨阿酸,维生素B12,骨阿酸等。 补充B维生素B3维生素B,通常有咀嚼片,泡基等。 1,缺乏信号,经常性,反复的口、唇、舌溃疡,视线出现模糊,质义性皮炎及皮肤初操等。 二,适用人群,能品适合工作,生活压力较大的人群,经常性出烟,喝酒及服药的人群,有小疾病或带状态者患者,口腔反复出现炎症的人群,营养缺乏症患者 三,长期应用需指,B组维生素作为人体所需微量元素,并不需要大量补充,否则可能导致周围神经炎,神经感觉异常,收脚麻木等副作用 一般而言,每日服用一到两片B组维生素片即可,如果服用需要两片,建议本来早晚饭后30分钟服用,这样有利于身体吸收 服用B组维生素时,尽量不要摄入酒精,不过,如果在饮酒前服用B组维生素,也能起到饱干解酒的作用 睡眠不佳的人群可以服用B组维生素,但不能服用过多,否则更容易睡不着 维生素C维生素C又称L套外血酸,是一种水溶性维生素,补充维生素C的质迹通常有几缺片,泡腾片等 一,缺乏性好,身体乏力,食欲不佳,体重莫名减轻,性情暴躁,关节疼痛,牙龈肘胀,疼痛,出血等 二,适用人群,本体适用于容易疲倦的人群,在污染严重的环境下工作的人群,长剧烈运动及高强度工作的人群,脸部色斑较多的人群,长期服用,安眠药,盖制剂,降压腰等人群,白内障患者等 三,长期应用去指,维生素C有一个维生素C的肠道耐受量,当口服维生素C破量后,可出现腹痛,腹泻的情况 维生素C与维生素B12不宜同时应用,维生素C可破坏维生素B12的效用 既然导致凭血,在安全范围内,维生素C可与维生素E同服,这样有益于增强二者的效用 当维生素C与阿斯皮林同服时,建议先服用维生素C,间隔一小时后再,服用阿斯皮林 维生素B维生素B是一种固醇类野生物,又称为抗佛罗病维生素 维生素B2代叫钙化醇,和维生素B3代钙化醇对人体生长发育较为重要 补充的常见质剂,有胶囊剂,偏剂,套腾片等 一,缺乏信号,缺乏维生素B的儿童和老年人绝多 儿童可出现肌胸,肚胴胸等 老年人可出现肌肉力量及平衡能力下降,日常容易摔跤等 二,适用人群,能品适用于长期视力工作的人群 孕妇,哺乳妻妻女,情少年,骨质疏松症患者疾患不病,高老病患者 三,常见应用是指,维生素B过两颗的体内沉淀导致中毒 可造成血盖过多,头痛,便秘,头晕眼花,肌肉骨的疼痛,心律不起等症状 维生素B制剂,一般的服用十多天后,才能产生活性作用 因此,一般在服用一个月后,方可观察到服用效果 注意成年人服用的补充维生素B的制剂,一般不适合儿童应用 儿童有服和儿童生长发育特点的儿童型补充维生素B的 的专用制剂,维生素B不能与降低维生素B作用的药物 又到肝胃立体,没活性的药物,即能增加毒副作用的药物 如美的制酸剂等同时服用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